除了刚才的Grad Bed里面很多的救生设备之外 在船上还有一些救生设备是关于如何吸引人家的注意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桶是用来防水的 这个桶里面装了什么呢 就是装了这些第一罐叫黄的烟 这个黄的烟是需要用的 是要开了它 然后拔开它 就放入海中 很热的 三分钟的黄烟就会发放出来 当然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介绍过 只不过是在书馆上的东西 原来我在船上真的需要这些东西作为准备 这罐就是Yellow Smoke 橙黄色的烟雾 我在船上需要四罐 还有四支打钢落散的烟火 这个射了上去之后 有一个钢落散慢慢掉下来 为什么用法很重要 第一我们要是握边边 不要这样握 握边边的 然后握的时候 我们要在上方位 还有不要对重人 这个我们迟些 可能再仔细一些 就是说如何用这支 这样的降落散式的烟火的设备 而这个呢 就叫做 hand player 是握手的上面 握手的上面 握手的上面 站在船的下风位 而你呢 要在火把的上风位 这个呢 就是 如何用法 我迟些 下回来 有另一段影片 再给你们介绍 原来船上面 是需要有这么多的 救生逃生的设备 所以 我们随着 这个呢 我们将它 放在一些安全的地方 一些安全的地方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真的要遇烂的时候 我们如何引人的注意呢 除了这些烟火 有些是热火用 有些是晚上用之外 还需要用声音吹鸡 去引人的注意 所以船上面 是一个这样的哨子 去帮我们的 除此之外呢 我还用一块这样的 ok 这块布的上面呢 是一个黑色的圆形 和一个四方形 在一块橙色布的上面 那这块布呢 是主要来说 是铺在 隔板面的 隔板面的 隔板面 然后被飞机经过 是去 试试给他们看 船呢 是需要求救了 我这些船上面 除了一个这样的 球旗之外呢 还有呢 有一块很大块的布呢 是写上船号 是摆在隔板面那里 是告诉飞机 这只船要救援 这样的 好吗 所以船上面 原来有这么多的 逃生和求生的设备 好吗 原来船上面 原来船上面 除了救生设备 逃生设备之外 还有这些 防火设备 其实船的防火设备 除了这些灭火筒之外 还有其他的 好吗 那这个灭火筒 是粉漆的灭火筒 究竟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那我们呢 要看一下 有没有过期 这个标的磅数 够不够 还有目视一下 究竟这些针有没有生瘦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它是粉劑 因为粉是很容易潮湿的 特别是香港这些情况 所以你检查的时候 一定记住 是要将这支粉劑的灭火筒 倒转它 你会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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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粉在上面 碰 掉下来 你这样聚一聚 或者你听到 这些声音 就代表是正常的 那所以 这些灭火筒 你不理它 是吧 那你又 可事处 又不会要求 你每一年都要检验的 是我们才需要检验的 因为我们要 合乎 是ROY的规格 那所以 如果 那如果 ROY不查我们 我们都不会做这件事 但是 作为船长 你要注意安全的话 是需要知道 这支灭火筒 如何去检查 那 除了 你要知道 它行不行之外 一定要定期 将这些粉 倒转它 让里面的粉 是松散一些 那你真的要用上来 用得到才行的 那 如果不是的话 它里面的粉潮湿了 那它怎么可以 噴出来呢 可以的 再加上 定期看这个标 那些气压 是够不够的 如果气压不够的话 那我们必须 是 去 拿去一些 合资格的店铺 去检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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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